政治話題目前疫情持續延燒 根據TVBS的最新民調 指揮官陳時中滿意度一路下滑 滿意跟不滿意已經死亡交叉了 對此台北市議員徐曉星他表示了 已經傳出有綠營的大佬以及金主 對陳時中表現非常不滿 如果民進黨還是要全黨等一人 恐怕是造成更大的利空 而時事評論員康仁俊他分析了 陳時中把指揮官的角色跟選舉綁在一起 只會出現更大的折扣 一起來聽 民眾對他的直接感受 都會直接從防疫表現上面來做 不過後面這段時間看起來 有很多包含選舉的紛擾 或者是一些政治性的發言 甚至政治性的回應跟思考 都讓民眾會去質疑陳時中 在現在的位置上是不是還失忍 所以呈現這樣一個下跌的狀況 我相信在特定的地區 尤其像北北基的 這樣一個過去一段時間 疫情比較嚴重的這樣一個地區來講 可能對陳時中來說 他的整個的民調的下錯的幅度 應該會更大 如果你硬要把一個擔任防疫的指揮官 跟選舉綁在一起 而且試圖透過他來作為 勝選的一個條件的時候 就會讓民眾在這件事情上 對你的考量去打了一個折扣 我覺得這才是民進黨或陳時中 現在遇到最大的困難 陳時中的民調持續下滑 那就是因為他的防疫有問題 那引發就是不管是全國 或是台北市民的這個不滿 那現在呢 為了要等他一個人 如果民進黨要拖到8月才平民的話 那顯然是可能沒有辦法 甚至台北市完整的逃過一次 那時間太短的話 對整體的選舉 可能會產生困擾 甚至是說很多的小雞 那他會變成是說 六七八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是沒有母雞去帶他的 那對民進黨的新人而言呢 可能也是水上加上 所以才會傳出說呢 是不是由日銀的大佬或是金主 對陳時中也非常的不滿 畢竟防疫失利 可能就會是2022年民進黨 失敗的最大主要 我認為陳時中 要接下去選下去的話 對國民黨是利多 但是對民進黨可能是很大的利空 好 陳時中到底要不要選台北市長 不知道 但是他本人態度也很曖昧 他就是始終沒有說清楚 而這一天卻地方傳出了 綠白可能會整合 共同推台北市的副市長 黃珊珊來參選的聲音 而且他們認為 蔡總統日前刻意陪黃珊珊 視察事情 視察疫情就是一個訊息 但是國民黨分析了 他們認為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綠白合作而非綠白整合 民進黨其實還是想要推人 但是策略目前看起來 應該是要拉抬黃珊珊的聲量跟支持度 好 那當然民眾黨話說得很白 他們就是想要推出了台北市的副市長 黃珊珊來參選台北市長 那麼當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他日前表態了 他說黃珊珊不一定要代表民眾黨參選 引發了民眾黨內部的炸鍋 根據了解為了米平內部的不滿聲浪 柯文哲拍板定案 演你最晚7月初要進行民調 決定黃珊珊到底是要用五黨籍去參選 或是要用民眾黨籍來去參選 還是一樣嗎 大家心裡面只有政黨利益的 他才會一直想著政黨利益 我們剛剛講的市民的利益或民意 不能凌駕於黨意 黨意也不能凌駕於良心 如果你每天想的都只是政黨 就是你們家政黨的利益 民眾也會看破手腳的 OK 我們不是應該要爭取更多人的支持嗎 這就很簡單嘛 就剛剛講過了 包括市長用五黨籍參選市長的時候 其實也都是沒有政黨的人在支持 也就是大家不要去狹隘的只想著政黨利益 如果你把民眾利益放在前面 就像這是黨意不要凌駕於民意 黨意也不要凌駕於良心 所以我們政治不難找回良心 把良心找來很多人就會支持你 但是現在一直在討論 要不要加護民眾黨自己的話 你會不會最難講解一下 我覺得從來不是個壓力人 我覺得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們有自己的所謂的娘家 也有自己一起打仗的朋友 政黨之間不是只有競爭 政黨之間還有合作 而且我們互相理念相近 柔性政黨大家把餅做到最大 而不是只是在餅裡面分位置 這個就是大家先把自己放下來吧 先把傳統的政黨概念放下來 才有機會走出原來的泥浪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點 我在這裡當了21年的市議員 我的選民從來沒有問過我的顏色 我的服務也從來沒有分過顏色 我覺得這才是台北人最高的價值 王碧盛10號在臉書貼出了一張照片 他強調說他很榮幸也很珍惜 原來他跟陳時中一起在討論疫情 然後他坐在旁邊 資深媒體人黃陽明他就認為 王碧盛是要告訴大家指揮中心 快要功成身退了嗎 不知道 但是現在就有消息傳出了 指揮中心6月底要熄燈解散了 因為有可能指揮官陳時中要去選舉了 你贊成嗎 來聽民眾怎麼看 本土疫情進入高原期 不貴的消息傳出 指揮中心6月底要熄燈號 指揮官陳時中要去選台北市長嗎 民眾又是怎麼看 疫情嚴峻有我沒有 我好像都沒有差 也不然我去健身房 我誠實我就要選台北市長 他還是有自己的政治生涯要顧 他還是做好他現在的衛服部 我誠實我就是要選台北市長 免得自主意志很高 讓人民去做自主 那我想他的信心應該是放在選舉 疫情嚴峻有我沒我 好像都沒有差 他這個不報訴了 我覺得他還是做好 他現在的工作就好 他給我感覺就好好的 就好 保持他原來那個形象就好 真的不要出來選 這樣讓人家真的對他的感官 就怎麼都不好 疫情嚴峻有我沒我 好像都沒有差 怎麼說 其實我就要選台北市長 你要選那麼多個 對啊 這不爽他 是2020回來的 但我在這幾年其實並沒有看到 台灣有什麼真的特別厲害的地方 他的心目中應該疫情處理好控制好 才是他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7月就不出來報數字了對不對 好 就算他不出來報數字 你認為這個疫情在7月以後就沒事嗎 不可能沒事嗎 那就是確認人數已經多到很無感了 對 所以就覺得好像沒什麼差吧 對 之前我很注意啊 就是 好像不是兩點都會直播嗎 就是會去看 但是現在就不會去看 沒有什麼用 不會去看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每天都在講一樣的東西 他做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 他很辛苦 很拚 為全指揮中心6月底要席燈號 阿中部長要選台北市長 我們剛剛做街訪 大部分的民眾都認為疫情嚴峻 有我沒我好像都沒差 你們有什麼不同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病毒共存的話當然要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呢 又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呢 輸入呢 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